題目太多兩天基本上是講不完的 所以雲端上面每一個範例題旁邊都會放一個參考的答案 也有程式碼公式啦 所以其他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能再找個時間可以再把它每個做做看 基本上剛剛那一題也是一樣 剛剛那一題的那個就是答案 我再放在雲端上 這個再來就是325這一題 其實這個邏輯其實非常簡單 比如像以這一題來看 我們需要做出來這個是來源檔 比如說這個來源裡面有那個人事部、業務部等等的 那裡面它有這樣的一個資料 比如說一個人的資料 那如果我今天我希望看到的結果是這樣 就是把一個人的資料 它本來是放在四個儲存格裡面 把它放到這邊變成一個 本來是縱向的四個欄位 變成橫向的四個儲存格 變成橫向的四個儲存格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需要把那個冒號以前的這些資料不要顯示 所以要分成幾個階段來 如果說今天當然 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恐怕就要突發鏈剛來做了 從頭到尾有這麼多 這麼多資料 那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會需要用到幾個函數 包含就是剛剛有用到像那個index 其實用indirect也可以 第二個的話 也許我們需要抓藍抓列 所以會需要用到column跟raw 藍跟剛剛有一個raw raw 函數是列 那column的話是抓藍 所以參照函數 再來最後要去掉什麼 去掉前面冒號以前的東西 所以會用到一個replace 取代 當然如果你這些不會的話 就突發鏈剛來做了 可是這其實非常花時間的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快速完成 這個部分 請各位稍微先試試看 不過在試這一題之前 因為各位對那個column跟raw不太熟 所以我們可以獨立出來 看一個範例檔 比如說萬年曆這一個 這個萬年曆這一題 你可以先稍微試 因為萬年曆這部分稍微簡單一些些 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切到萬年曆這邊 那實際上萬年曆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可以選一個年 選一個月 自動幫你顯示 它的那個一個月曆出來 而且是要正確吧 那在做這個之前 你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比如說如何產生1到42 有沒有假設你今天 假設你這邊1到7的按按鍵鍵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 它只能這樣 那你要怎麼用兩個函數 第一個column column就是藍的那個函數 配合第二個ro 就是column跟raw這兩個函數搭配起來 就可以產生我要的1到42 那怎麼做 我試一次 等一下各位試一下 就是插入函數的話 先插入那個檢視與參照 這個column跟raw其實還滿重要的 可是一般同學好像比較少用 column就是參照到他現在在哪一藍 回來的話會是一個數字 第一藍 所以你向右填滿1到7 向下填滿還是1到7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再搭配一個raw raw的話是加上什麼 因為一個禮拜七天 所以向下 那就是多raw來決定 它是否要加上7的倍數 也就是說你目前的第三列不要加上7的倍數 可是你下一列就要加上7的1倍 7的2倍 7的3倍 以此類推 那公式怎麼下 特別是要加上刮弧 那這個時候你打個raw raw比較高 raw 那我就抓到現在第幾列 第三列 減掉3 因為我這一列不用加上7的倍數 可是呢 乘上多少 乘上7 那如果你下一列不就變成多少 變成是4 4減3 那就是1倍 那5減3 2倍 剛好match 所以其實未來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公式 你會把它當一個欄來決定它前面的編號 列來決定它後面是不是要往下增加 那如果是因為剛好是7個欄位 所以你後面就乘上10 所以以後如果是你10個欄位你就乘上 如果你7個欄位就乘上7 如果你10個欄位就是乘上10 OK 以此類推 那我們把它打勾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向右 向下 有沒有 1到42出現 OK 那基本上我們是用了兩個函數Color跟Raw 那再來可能我會需要這邊做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來源就從這邊 也許你可以把這邊 然後我們剛有做過就是資料驗證 那這邊可以做一個清單 來源的話從這邊選 不過放這邊有點怪怪的 當然 你也許將來可以把這邊做成一個什麼 做成一個名稱 用名稱也可以 按確定 然後這邊就有下拉清單哪一年 哪一月 一月的話一樣 這樣可以用資料驗證 把這邊改成清單 來源的話就在這裡 因為12個月 不過其實如果12個月固定 我教各位啦 其實最好 因為固定的東西不會改 你乾脆就直接打固定的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個意思應該懂嘛 反正加一個逗點 因為一年12個月 這個是固定的絕對不會變 那你乾脆用固定的 下拉 這個就可以不需要了 有沒有 刪掉 好 那我們待會兒的需求是這樣 你們可以想想看 假如他選了某一個年 比如說2016的某一個月 假設是7月 那我要能夠當他改變的時候 同時自動幫我把這底下的月曆 自動產生1到3 因為那你可以要判斷幾個 第一個 這個月的第一天是禮拜幾 你就要放在禮拜幾的位置 第二個呢 這個月也總共有幾天 那你就是幾天之後的就不要顯示 因為我們有42天嘛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在了解這個部分之前 你肯怕要先完成這後面的所謂的四個問題 這四個問題做完之後 再把這個四個東西加到這個公式 萬連例就完成了 OK 請各位想想看 那剛剛主要是利用那個column當編號 roll當它的那個所謂的那個倍數 就是你有幾欄就加就是加上多少的倍數 第二個加上下拉清單 等一下想想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為什麼要先 先講這個 因為你如果沒有column跟roll的概念的話 其實未來你在做很多資料處理上面 尤其配合index或者indirect上面 你就會有盲點 那些你不熟 你可能會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像那個我們325題那個 人事資料那部分也是一樣 要先熟悉column跟roll 再來看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好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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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提醒你